练习战装 大家你相不相信 真的会上瘾 那这个战装为什么会上瘾呢 因为它可以让整个人的气非常的足 就是我们说的精气神嘛 当气足了 咱们就有气为净之体了 那今天我教大家如何练丹田气 练习丹田气的方法其实有非常多 今天咱就挑一个稍微有难度一点的 咱们称为丹田呼吸 首先我们要明白丹田呼吸是什么 它并不是呼吸 它只是一个意念的调动 那么它怎么走呢 大家您看 您现在拿起您的左手 放在肚脐下方 拿着您的右手手背贴住命眉 然后您用鼻子吸气的时候呢 你让丹田往后收 让丹田这口气呢 把您的命眉给它推开 这是吸气 在您呼气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气呢 回到丹田 那么大家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左边呢 为丹田 右边呢 为命门 那么丹田往后一推 那么命门就有感觉 有点膨胀 那么呼气的时候呢 命门一放松 你小腹一放松 丹田气都又饱满了 所以说丹田就像这个气球一样 你推我我推你 它和命门之间做到练经化气 因此丹田呼吸是什么 就是意义的引动 如果大家你在练这个过程中 一直找不到感觉的话 就说明你腹部腰部不够放松 要加强这两个地方的锻炼 当你锻炼好了 用上朱老师这个方法 一练就会了 鼻子吸气 丹田内收 开命门 鼻子呼气 命门放松 气归于丹田 就这两句话 练会丹田呼吸 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您觉得 这堂课对您的帮助非常大的话 记得点赞 请不吝点赞